這一款老少咸儀的奶酥甜麵包 外觀要呈現飽滿原型 不能有抱歉的情形喔 大家好 我是郭勝師傅 今天要教大家製作奶酥甜麵包 奶酥甜麵包是屬於餅級烘焙麵包項目 在製作奶酥時不能打發 半均就好 不然包在麵包裡頭容易抱歉 製作每個麵團60公克 奶酥線30公克 考試題目為18個 20個 22個 今天我們製作18個配方如下 首先把那個乾性材料依序倒進來 高粉 奶粉 鹽 酵母 糖 蛋跟水 把它加在一起 準備攪拌 慢速攪拌兩三分鐘 當我們麵團成團之後 我們看一下它筋度 就是這樣子有點彈性 我們就準備轉中速 四到五分鐘 我們中速攪拌到成團 呈現這樣的狀態 我們就可以加入奶油囉 像這樣子包起來有沒有 我們就慢速兩到三分鐘 當我們麵團跟奶油融合之後 我們就可以轉中速大約四分鐘 攪拌至完全擴展 時間到的時候 我們就看一下我們的麵團 像這樣子就可以看到 這樣就攪拌完成 抹一點奶油 拿起來之後 把我們的麵團往下折 收盒朝下 光滑麵朝上 我們就可以基礎發酵 好 推進去發酵箱 溫度28度 濕度75% 準備發酵40分鐘到50分鐘 我們現在中間發酵已經完成 我們就把它拿到桌上 進行分割滾圓 準備分割麵團60公克 分割18個 剩餘麵團不能超過 10% 好 我們準備分割 切下去推出來就可以了 拉一下 讓它大小一致 這樣的話 我們在分割的時候 就比較簡單一點 好 我們分割完以後 就先把它排整清 我們現在進行滾圓 然後我們在搓圓的時候 可能會有分三個點 一個點 兩個點 三個點 放下來有沒有 有沒有 一樣是搓進來的 你的光滑麵留在上面 然後就往裡面收 當我們滾圓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中間發酵 我們將滾圓好的麵團 放進去中間發酵 溫度28度 濕度75% 中間發酵20分鐘 奶酥甜麵包這個產品 的內餡烤廠並不提供 所以我們必須要自己來製作 配方如下 這是我們的 人造奶油 過篩好的糖粉 換進來 然後我們在製作的同時 像這種東西 拌壓有沒有 拌壓 當我們把人造奶油 跟我們的糖粉 拌均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加第三樣材料了 把我們的全蛋加進來 這樣子慢慢的把它拌均 好 均勻了 我們就可以 把我們第四個材料 就是我們的奶粉 倒進來了 翻拌一下 我們這個已經拌到這樣子 無顆粒狀對不對 都是均勻的 放進來 完了以後 我們就備用 等到我們中發好的麵糰 來進行包餡 來 我們現在鬆弛完之後 它會有點像這樣子 鬆鬆的 我們就拿回去準備包餡 好 現在我們把自己製作好的奶酥餡 放在襯上面 先扣重 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包 先把我們的發酵好的空氣擠出來一點 再向下壓 壓出來之後 把我們的奶酥餡 每一個奶酥餡 內餡置中 像這樣慢慢的收口 往上收起來有沒有 看一下 有沒有肉餡 每一個麵包的間隔距離都要取好 烤焙石才不會讓麵包黏住 我們現在奶酥 甜麵包八小時之後 每一個的間隔距離 我把它取出來 然後我們進行最後的發酵 最後發酵大約是40分鐘 來 推進去發酵箱 我們的溫度38 濕度85% 中間發酵40分鐘 最後發酵完成 準備入爐 好 開烤箱 慢慢的推進去 不要撞到 上火200 下火180 定8分鐘 現在奶酥已經上色了 準備轉麵 轉麵之後 上火降到180 下火降到170 再定4分鐘 好的 我們現在奶酥甜麵包要出爐了 稍微中敲一下 排氣 讓它麵包不會回縮 我們準備把它移到我們的制量架 奶酥甜麵包出爐之後 直徑必須要在9.5公分以上 來 看一下 高度必須要在5公分 製作貼心小提醒 就是我們在製作奶酥的時候 千萬不要打太發 然後容易在包的時候 烤焙的時候容易爆線 然後我們同學必須要好好的練習 才能做出完美的產品